大家好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 黃偉民逆經講堂 早了一點開 因為我黑暗睡了 搭完長程機 再加上時差 整個人好像雲拍不齊 所以頓頓地 本來已經有些老人痴呆了 現在更加覺得自己好像傻傻 所以 一會兒頓頓地 你們都不要見怪 其實不單止是我 雲拍不齊 其實整個香港 我想最近都應該是雲拍不齊 大家都知道 國歌法即將立法 這個 只要你 不尊重義勇軍進行曲 就已經是犯法 國歌法本身不是孤立而來的 接下來的一地兩檢 明天立法會有一個辯論 大陸官員正式在一個 香港的中心地帶 西九的地下裏面 可以正式執法 另外 梁振英無端端 突然間在研討會裏面說到 自古以來用國家名義 那些人 都不是孤立的 你看到 加上中史科定科 但是不能夠教香港的 1967年的 六七暴動 又不可以講北京 1989年的八九六四 整個改變香港價值觀 香港意識形態的工程 就已經展開 如火如荼 其實十九大 習近平的三個小時 講話裏面 其實提到香港的其中一句 很驚心動拍 就是說 他要牢牢掌握中央 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基於這樣的配合 你看到 香港現在 已經不再拜關帝 現在拜襲帝 你想想 整個過程 向這個方向走 是各方面的淪落 品味的沉淪 各方面的滋擾 本來九七開始 這個變化已經開始了 本來慢慢地變 慢慢地 潛移默化 不斷有不同的大陸人 你不要看每天 一百五十個單程簽證的 團聚大陸人 其實還有更多 就是各式各用 用各種名義的 學者身份 學生 特權人士 中資機構 還有馬雲馬化騰那些 你不是想用一百五十個名格來香港 李小林 這些特殊人物 有辦法的人 都來香港先 不過這也是證明了 無論上海 北京 重慶 廣州 怎樣變化都好 他們這些 大陸的特殊人物 精英人物 所謂的贏家人物 都用第一時間 就趕來香港先 證明了香港 過去建立的一套特殊性 優勢 的制度 法治 可信的 所以這麼多 陰則錢 冤枉錢走進來 這麼多公司 為什麼不在上海 在深圳 上市 要來香港上市 是的 這也證明了 香港的優勢 國內和香港的和樓橋的分別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鬼門關大開 這個你不要小看這個關口 過得來 能夠過來的人都要過來 這個就是 看到 你在香港 越來越多 這個 大陸人的意思 各方面的淪落 是各方面的品味低劣開始的 服務業 經過這二十年 大陸人的衝擊之後 基本上 香港的服務業 已經完全散了 淪陷了 他對他光顧他的客人是仇視的 由小店 由售貨員 由服裝 由食肆 由食肆 食肆根本就是沒有服務的 現在開始 無論什麼食肆 其實 再大一點的公司 剛剛被人踢出了 這個 恆生指數成分股的 國泰航空 你看到他 基本上是仇恨坐飛機的人 已經談不上服務 品味的淪落 不要只以為在西洋賽街的大媽母 你基本上每次連示威的 關心社會的那幫支持 建制支持政府 都多了一堆奇奇怪怪的騎咪怪 最簡單的 剛剛過去那個十月十一日 本來是一個很decent的 rememberance day 是不是 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士兵 每人都帶給了紅花 在加拿大 人的胸口都帶給了紅色的鮮花 但是 知不知香港沒有人知道那個節日是什麼意思 大家知道的是什麼 是光棍節 購物節 瘋狂購物 搶購 是的 就是這樣 所以你變成 你見到 國歌法本身 不是孤立地而來 因為中共整個 基本的國策就是 在外交層面 就是用錢來買尊重 你看到最近 特朗普 是不是 一個市賄 一個老粗 一個是 在一個 美國近代總統來講 都算是一個 幾 幾粗皮式的總統 很現實 地產大亨 是不是 他要起圍牆 在墨西哥 和美國邊境 這位大亨 很簡單 老中國 你要什麼就給什麼 沒有什麼所謂 最緊要我 就拿回一個大搭的 訂單 二萬億 是不是 拿走 華之里 用錢買不買尊重 其實 大家在社會生活了一段時間 我想 你自己都有一個 基本的概念 用錢來買尊重 基本上是可憐的 但是對內 他用惡法來兇市民 這個就是中共基本上的外交內政政策 其實 國國法是要求什麼 要求尊重 其實要求尊重 其實 所有政權 誰不要求尊重 誰政權 誰領導人 誰皇帝 誰 做為政府的官員 不希望得到當地的人民 尊重和支持 但是怎樣得到尊重和支持 這個就是 千古以來的所謂的疑問 也是所謂的大學問 也是所謂的政治大哲學 《論語為政篇》 第20章 桂康子問 市民 敬忠以勸 愚之可 對了 怎樣呢 他問孔子 他說 喂 其實 怎麼能夠 令到 那些人 對政府 對我們這些 他這些 就是桂康子 是老國三大權神之一 基本上已經是駕空了當時的老國國軍 老哀功 他的意思就是 怎麼能夠令到一些人民 對政府 即是對他 又勁 又忠 又積極 是的 這個是千古的問題 其實不單止作為政治領袖 想問 其實一間公司 一個企業的老闆 誰不想員工尊重你 誰不想員工積極 誰不想員工忠心 再縮小一點的層面 在家庭裏面 誰父母不希望子女 對自己 又敬 又忠 又勸 是不是 所以他問孔子這個問題 喂 市民 令到那些人 敬忠 以勸 愚之可 怎樣做呢 孔子答他 臨之意壯 則敬 孔子 則忠 舉善而 較不能 則犬 其實孔子覺得很簡單 你不要靠宣傳 共產黨很靠這件事 怎能夠愚民 令到那些人夠蠢就可以了 喂 孔子覺得不可能 這個你騙得一時 騙不得一世 你騙到表面上 你現在見到大陸 個個都好像 對政府支持 喂 支持不會用腳走 支持子女 不會往外國 支持子女 支持子女 不會往外國 不會掉走 喂 洗黑錢多蓬勃 現在你買銀行業的人 開戶口多艱難 你拿著現金 又買本票 給銀行看看 沒有人賣給你的 你證明不了 你的錢怎麼來的話 你幾十萬下去買一張本票 打算交租 上期按金 想租鋪 想租鋪 想租一間豪宅 喂 不賣那張本票給你 為什麼 因為洗黑錢 香港已經 基本上泛濫了 急悲利街 你走去那裡 走去看看 那條電車路 一條橫街仔 喂 每日幾十億上落 地下 不是地面 這麼多錢莊 真的等你那幫騎尼怪仔來排隊 換二千元人民幣 買下東西 吃下東西 那怎麼維持租金 維持他們運作 是的 表面上的宣傳功夫 得到它是表面上的 對你的尊 對你的勁 對你的鐘 最重要是對腳 中國人幾千年來都用腳來投票 能夠走的都走 你問叫馬雲 叫馬化騰這些大贏家 傳奇人物 現在武功也認識了 是不是 對著整班這些武林高手 什麼李連傑 什麼恩子丹 吳京 全部都被馬雲打倒 是不是 對 錢 用錢什麼都打得低 你問問這些人怎麼來香港 為什麼要住山頂 為什麼要買元天凡的別墅 他說要買元天凡 沒得不買 是不是 為什麼馬化騰要住石澳島 你問為什麼 你問他們為什麼 你問李鵬的女兒為什麼要來住 住在香港 你問一下 所有這些所謂的政治局那幫 大員 為什麼這些子子女女 女婿親人 全部來香港做 代理人 收數佬 是不是 就是告訴你 其實 你拿了表面上面的功夫 他換取的都是表面對你的勁 表面對你的忠 實際上 走得摸 那個武孩都玩劇走 對了 其實這個問題 長期 都是在 春秋 他們現在 就是 貴康子 他們目前 現在大概2500年左右 他問的問題 這2500年來 其實所有的政治領袖 都是寢食難安地問 怎麼能夠令到國民 尊敬我呢 現在的孔子 孔媛心法的答法就很簡單 很清晰 臨之以莊就厲害了 什麼叫臨之以莊呢 首先 你不能用騙用騙的 你對老百姓 你本身的政府 首先就要尊重自己 大陸人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從政府到官員到百姓到有錢老 到暴發戶 到中南海高官 到走水貨那些奇怪怪 到下面那些 假扮給你撞車 假和尚 假師姑 全部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不懂得尊重自己 首先政府要尊重自己 莊 是莊嚴的莊 政府首先要尊重自己 自己有一套莊嚴的管治哲學 百姓自然就對你恭敬 你不要看殖民地是一個不光彩的歷史的方式 但是香港的殖民地政府過了150年 其實他本身是尊重自己的 本身是令到香港人對他尊敬的 首先他說臨之意壯 臨就是親臨 親臨 政府親臨的時候 首先要尊重自己 莊嚴的管治哲學 市民自然就回敬一個敬意給你 敲詞則中 什麼叫敲詞 其實簡單一點說 就是令到人民民眾能夠安居樂搖 敲 就是說我們做市民的 做百姓的 做普通人的 你給他機會 他能夠盡孝 對父母盡孝 持是什麼 孝其親 持其憂 你想孝的 對父母孝 你想孝的 只不過對子女孝 你能夠孝順父母 養育兒女 簡單地說 就是安居樂業 你能夠給他有機會孝順父母 給他有機會 能夠養育兒女 他自然對你忠心 跟著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什麼叫舉善 善是有才能的人 舉是提拔 提拔有才能的人 就是說社會有一個公平的制度 只要你有才能 你肯努力 你一定有向上攀爬的機會 舉善 而教不能 但是大部分人 都不是一個平平融融的 大部分人都平平凡凡 不是那些優秀分子 那那些怎樣 教不能 政府有教他們 有機會給他們學習 將那些資質平融 資質有限的人 都可以能夠有學習的機會 那麼 聰明的人 就被提拔 不聰明的人 有學習機會 那麼人人都會積極 在社會奮鬥 那這三個就是孔子給的所謂 錦囊 因為他問 怎麼能夠令到人民市民敬忠以勸 愚之河 怎麼做 那孔子意思就是說 很簡單 三招而已 臨子而裝就敬 孔子而裝就敬 孔子就忠 舉善而教不能就勸 這個就是 瑜伽的心法 瑜伽的心法 就是用這個方式 想告訴你 因為你如果用國歌法 就是想著 喂 很簡單而已 我不想你 香港人 噓義勇軍進行曲 因為義勇軍進行曲 背後代表一個政權 其實我不是因為 關心這個 義勇軍進行曲 反正 他的作者 田漢也死無葬身之地 那當你介紹這個 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時候 又不敢介紹 田漢的下場 你不斷說作曲 那個獵爾 因為獵爾早死 早死在共產世界來說 是福氣來的 因為年輕死了 年輕死了 他沒有了 政權 見證之後的中共 所以他能夠有一個善忠 田漢的長命 受高焦慾 即是回應了中國人的世界 所以變成他比較苦 但是你介紹國歌 你又不敢介紹他 其實 國歌 發的目的這一個 是買尊重 尊重國歌 是希望你尊重背後的政權 希望你尊重背後的政權 因為他沒有信心 他沒有民意授權 他覺得你們會不尊重他 而事實 香港人實在也不尊重這個政權 你看到為何 在球場裏面 球迷 明知道國歌法已經開始了 進行了 立法一定要的 這個時候 仍然虛你 你等著他來虛 我也 說明虛給你看 為何 其實 你沒有尋找為何 香港人要虛 義勇軍進行曲的根源 你立法例 你虛 虛 虛就拘捕你 喂 這樣就可以杜絕憤怒 這樣就可以杜絕你的歧視 你想一下 沒有這麼簡單 一間公司 你不尊重公司 就炒你魷魚 一個家 你不尊重父母 不給飯你吃 不給書你讀 趕你出門口 你有沒有子女 你真的用這套教育方法 你認為可行 你想一想 你要恐嚇他 不給飯他吃 我告訴你 現在只有弟弟 用不吃飯來威脅父母 哪有父母說不給飯你吃 你就要害怕要屈服 而且不能屈服 不能屈服 整個國歌法的立法 根本就是中滋擾 北京政府要香港做的 香港一定會做 因為這個是特區政府 基本上沒有這個 和北京政府討價還價的 心 和位 和能力 基本上沒有這個意識 你叫他做 他就用他的方法 幫你做好他 是不是 你要政治鬥爭爭 他就用這套方法 用你移基香港的法制 用你以為自己最熟悉 一生公務員 謹小慎微 貪小便宜 是不是 一張不屑的生蔭權 就會用公務員的條例 來鬥爭你 政治迫害你 入不到你罪 都消耗了你的律師費 是不是 再追與討你公帑用了律政書 告你的錢 要你還給他的律師費 你自己用了兩次官司 到現在 我想他都用了二千多萬 你一生 在香港政府所賺的所有錢 就要你在這次官司裡面 全部吐出來 這就是政治鬥爭 用你們的制度 你們自己搞定它 用你們的方法 用你們的制度 做好我的要求 這就是香港目前特區政府 因應和北京中央政府 的處理互動方法 但是國國法是滋擾 不單止對市民是滋擾 你們想像一下 在馬場播國歌 全部大家要縮立 停止活動 如果每場馬 贏一場馬 播一次國歌 你怎麼搞的 其實你進過馬場 進過馬場 你知道我說什麼 其實 整件事情 你根本就是 搞笑的 其實是 求唱 一播出國歌 就響 你看到 呂見不鮮 你越恐嚇 響聲越堅定 是不是 你說以前有沒有 殖民地視台 有沒有英國國歌播 喂 有的 電視前 不是24小時 大家記不記得 播完最後的節目 歡樂今宵之後 就報告最後晚間新聞 午夜新聞之後 就播什麼市頭婆 照片 跟著又播 日日拿著個兜 喂 他們沒有生氣的 實在說那些人 又沒有什麼惡意 是不是 喂 市頭婆 都出來 還不睡 通常是這麼說的 跟著播個英國國歌 是不是 那你就 任你怎麼改 啊 啊 你每天拿著個兜 又不是說你 又不是說自己 實在是拿個鞋翠陰 這些就是民間 民間的娛樂 那你說當時 用不用這麼緊張 英國人有信心 你說殖民地怎麼有信心啊 你打回來的 是不是 不光彩戰爭 啊 用你們的軍事力量 殖民在那裡 但是問題 他對自己的管治方式 很有信心 剛才孔子說過三條絕竅 臨之而莊則敬 孝慈則忠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你不要覺得很困難啊 麥理浩做了事給你看的了 再推上一些 其實幾屆港督都在做這件事給你看 令到香港人安居樂業 所以對英女王 沒有香港人很憎恨英女王 其實包括六七年暴動的那幫人 是不是 他們根本在享受著香港的生活 你叫那幫人真的走回大陸去住嗎 你問問那幫人 你問陽光手上那幫 訂炸彈那幫人 有誰肯回大陸去住的 在香港 是不是 很多人就說 曾育成 不是很多人 曾育成說 喂 現在香港對中央的貢獻越少 理想中央怎麼對你好呢 喂 你不要用這麼功利的角度 來看回這個 大陸和香港的關係 如果你說貢獻少 貢獻最少的就是民建聯 工聯會 文匯 大公 他們作為 北京在幾十年 香港用這麼多錢 用這麼多精力培養的 統戰機構 統戰團體 統戰媒介 統什麼是戰 都不及得中聯版幾個外圍 契仔契女 那些真的有要有罵 夠無恥 夠打得 是不是 律師要有律師 講英文有英文 讀書不成 英文不好 都是律師 那些 夠騎勒 夠勇猛 夠勇猛 喂 你看看何君堯 你看看那些 啊 容海恩 你看看葉劉 是不是 你看看梁美芬 你看看謝偉俊 每個都叫做 都比這幫傳統的左派 但是問題是 中央沒有拋棄這幫人 要荷蘭水蓋 有荷蘭水蓋 是不是 要大紫荊 有大紫荊 要特權有特權 分個位給你們 分個位給你們 分一下分一下 本來是副局長 做了局長 說說說 你說蘇錦良是沒用的人 沒用的人 三屆政府 由曾蔭權政府 做到這個 梁振英政府 現在做到 林鄭政府 現在做到 你說他沒用的人 是不是 整個垃圾桶的 哨子 是不是 做局長 你看看 基本上 他們沒有實際的統戰功能 沒有實際的能力 但實際上 中央對決都不薄 沒有當是舊電池 一腳踢開 英國人對自己的方式 很有信心 在中英會談的時候 中國窮了很久 大陸窮了 經常著眼 怎樣呢 就是很怕他們賣了些地 拿了些錢回英國 其實英國老謀心算的就是 他拿的不是錢 也不是義氣 他拿的是香港人心 他要你回歸二十年之後 你懷念的是彭定康 你懷念的是 麥理浩 是不是 柏立基 葛亮雄 羅夫國 那些 是這樣的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懷念 這個 國內中央派下來的許家團 為什麼不懷念周南 是不是 說出來 人都笑 狗都廢 如果你懷念的是 許家團 周南 是不是 黃康 不是吧 你說笑 廖成智 廖成智的兒子 廖暉 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他們就是做老謀心算地 他要你回歸之後 不是回歸祖國懷抱 而是不斷懷念離開的殖民地官僚 說出來是多諷刺 是不是 立國的法其實是一場滋擾 滋擾在於什麼 市民固然滋擾 你怎樣執行本身是滋擾 跟著那些執法人員都是滋擾 因為條線畫得不會清楚 你說康民署做 你叫康民署怎樣做 你說我成立好像交通 即是黃腳立那些叫做 交通 那些叫什麼名字 全名叫 那些叫做獨道員 交通獨道員 專門執行國歌法 行不行 他都難做的 為什麼 什麼叫尊敬 尊敬是最難的 你說他不敬 是不是 怎樣不敬 警察康民署以後怎樣執行這個國歌法 一知道他們都在投行著 還有 大陸一個大石壓死蟹就說 國歌法立法 那你就要立法 但是問題 立法不是這麼簡單的 律政署有個叫做 法律草議專員那邊 有些官僚要寫法例的 幾十年前我剛出來做記者的時候 我有條法例是很不明白的 當時是同性戀是犯法的 但是只是告男同性戀者的時候 不告女同性戀者 他又不是用同性戀的 他是用粗亡性性行為 告你發生粗亡性性行為 我覺得法例沒有理由再分析性別的 針對男人不針對女人 以前你知道那時候還是男女不平等的 通常很多問題是女性和男性 在公務員同工不同酬 然後再早前一點的時候 很多會所不讓女性進入 那麼很多升職都還是男性世界 最高那時候一定要男人做 這些都是歧視女性 當時其實就是男女未平等 但是為什麼要用法例扔 翻轉歧視男性呢 有一次我碰到一個 在律政處做的 草擬法律的人 問問他 究竟為什麼這樣 他說其實 其實他們要 寫法律的時候 要寫到執行為止 他說 你要知道女同性戀 其實是沒有具體行為 可以 表達這個女同性戀者的 他自己本人知道 但是你沒有辦法表達出來的 所以執法的人做不到 控告他們的 男同性戀就不同 是有一個具體的行為 是證明他們是男同性戀者的 但是問題是 你由於寫錯同性戀的字 你就不可以分性別地 我不檢控女性 只要檢控男性 那又不行 所以他們拿了一個名詞 叫操控性性行為 告那種性行為 就是背後證明了同性戀 但是女性是沒有辦法的 沒有得控告的 這就是寫法律條文那種艱難 普通法律就是 除了法律條文寫得很硬很清晰 之外還要加上案例 用這麼多年 英國的案例加香港的案例 組成了一堆的案例 拿到所有的可能性 拿一個前例怎麼判 好像 不准隨地偷探 那你說我套在地上 我套在鞋面上 不行 這雙鞋是我的 他就說 其實不用的 因為這樣說就已經爭不清了 所以他只能夠寫到這條法例是 口水離開你的口 多長遠的距離 他就當你套譚了 你不要讓我找出來 是不是在地上不是隨地 我專門放在腳面上 我的腳面就是我的譚冠 我的皮鞋 意大利皮鞋幾千塊 怎麼算隨地套譚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只要你的口水離開你的口 若干的距離 就告你隨地套譚 以前扔垃圾一樣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以前 扔垃圾要靜密的 拿一張刺子 下次打一張刺子 隨手丟掉它 執法人員一抓住這個人 你扔垃圾 問題上到法庭 那證密呢? 那張刺子在哪裏 你說他扔刺子 哪有刺子 那當時執法就困難了 為什麼呢? 他一方面要找 首先拿著他扔那張刺子 然後捉了扔刺子的人 很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人 執法者做不到兩件事 抓到一個人 就找不到一個刺子 找到一個刺子 他人走了 那你們又怎麼檢控呢? 所以後來 這樣就不用靜密 執法人員說你扔垃圾 就扔垃圾的了 因為基本上 執法人員沒有冤枉你的動機 但是你有說謊的可能 所以法庭基本上是相信警察 或者這個 叫做 衛生督策 就是這樣下去的 法例是這樣拿出來的 至於你說國歌法怎麼寫 怎麼尊重 這個基本上很困難 因為你畫不到一條線 畫不到一條線出來 什麼叫尊重 是不是? 個個 一奏國歌的時候 一定要梁振英這樣 口吱吱 眼瞞眼熱淚 滿腔熱淚 跟著就黏著 一這樣一處 口吱吱吱吱吱 就跟著槍 為甚麼? 這樣不行 是不是 有些人不是這樣 口裡邊瞄嘴瞄蝦 一繼續講電話 那怎麼辦呢 哪條線怎麼寫呢 怎麼畫法呢 還有 還有就是說 建議勇為的市民 又根據什麼標準做 本來建議勇為協助執法 是一個很好的情操來的 你看到很多市民都是這樣 是不是 有人說搶東西啊 然後追他 追他小偷 追那個搶匪 跑跑跑跑跑 立刻抓住他 協助警察 跟著那位 那位 叫搶東西的那位小姐 跟著等警察來到之後 將他頒給好市民獎 給協助捉賊的市民 以後如果有市民都這麼熱心 建議勇為 想協助警隊 協助特區政府 這個 抓一些沒有遵守 尊重國歌 犯了國歌法的人 其實社會有一片混亂的了 是不是 明明在播放國歌的時候 看到他撂鼻屎 那怎麼辦呢 那個人又打黑癡 算不算是不尊重國歌呢 法例怎麼寫 你不要相信 犯罪例太說 什麼 常識啊 你不要相信羅范昭婚說什麼 執生啊 你不要相信譚慧珠說其實沒問題 怎麼會沒問題 你相信這些人說話 其實最麻煩就是 香港有一幫這樣的人 犯罪例太 譚慧珠 羅范昭婚 梁美芬 梁愛思 喂 他們反映不了香港文情 他們覺得沒問題 這麼大的人 你就知道的 怎麼做的 是不是 走過沒問題 如果有參與活動那些 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大家站立你要站立 大家嚴肅你要嚴肅 不准許繼續講電話 看手機 是不是 人家播放國歌的時候 你在這裡覆WhatsApp 是的 究竟怎樣進行 怎樣執法 這些都是一個滋擾 其實 北京的政策 一扔下來香港這個地方 就是滋擾的 無論一地兩檢也好 無論你那些什麼政策 現在在討論支付寶 說你們用八達通的落後 那些大陸人很驕傲的 是不是 跟雷鼎明教授一樣 喂 我們什麼都用嘟一嘟就搞定了 坐的士沒有人給現金 拿個電話嘟一嘟 是不是 還找什麼鬼族 給了100元人吃 錯了四十四個六的士 給了100元人 人家要找分 不知道五十多元 給你要減一減 不用了 要嘟一嘟的 雷鼎明說 叫雞 你也可以嘟一嘟你 香港人對於制度 怎麼會接受呢 你叫一流一縫 整個支付寶在這裡 那那個光顧的 都不想有紀錄在這裡 讓你查到 所有的私隱去哪裡買東西 搭什麼的士去哪裡 用過什麼廁紙買包煙 在哪間便利店 有過什麼支出 都用過支付寶 所有都是這樣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中國大陸的地方 什麼都假的 而且他們沒有信用 香港有信用卡 中國是沒有信用卡的 你那張銀聯卡 不是信用卡來的 支付寶你入了錢 才會慢慢花回自己的錢 香港人是在說 credit credit card 其實兩套不同的制度 所以大陸一套 放在香港 就是騷擾 就是支擾 這個支擾 其實 就跟 蔡家的大媽母一樣 不要以為大媽母 這種是低層次的支擾 其實在法律上面 在法庭裏面 袁國強那種 怎麼追溯一罪 兩判 一案兩審 都是一種支擾 對司法界是支擾 其實支擾 一個文明的地方 接受了一個不文明的地方 要一個文明的地方 遵從不文明的制度 本身就是支擾 對於 怎麼能夠拿得尊重 我們看回中國歷史 裡面的所謂學說 習近平很驕傲地 跟特朗普說 我們中國文化的承傳在這裡 最古老的文化承傳 都仍然在這裡 埃及不同 特朗普就推送 埃及 比中國更古老 更有早的文明發源 但是事實 埃及的文化承傳 或者其他幾個文明古國 好像伊拉克的文明古國 以前叫巴比倫 那兩條河 又法拉底河 比格里斯河 我們先找一個中國瑜伽 孔門的心法 解決了千古以來 政治領袖的問題 市民敬中以勸 愚之可 怎麼做呢 孔基就教你三個錦囊 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 舉善而較不能 側勸 是不是 你給予高的機會 簡單一點就說 用殖民地政府 麥理浩時的說法 就是 首先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為何要建立ICAC 為何要十年建屋計劃 建立ICAC 就是要告訴你 社會裏面有一個公義在 是人人平等的 任何人想 在一個制度以外地 就會被ICAC觸犯這個 反貪條例 你的薪金和收入不符 就會違反了這個 廉政公署的條例 這個就是 一定讓社會感覺到 社會是公平的 這個就是告訴你 安居樂業 十年建屋計劃 是要剷平所有的磨區 令到大家有一個家 有一個家 你就可以孝詞 你可以孝其佬 可以持其佑 另外 社會既然公平 從木屋區 從板間房 慢慢向上爬 通過努力 就可以讀到書的 通過讀書改變生命 讀不到書的 自己創業 開一間的士 開一間山寨廠 開一間小店 慢慢地都可以 按級而上 這個就是舉善而較不能 側勸 社會就是積極 你看到整個黃金鐵檔期 1967年到97年 這三十年 基本上 受到臨之以莊 則敬 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孝慈則忠 舉善而較不能 則勸 這個其實是做到的 這個是瑜伽的心法 不過 在英國的殖民地政府 在香港體現了出來 道家又怎麼看呢 很多人都知道 中國的文化 是如道 混雙混合 再加密 佛教的色 如色道 三家混合 而成中國的文化 所以你研究中國文化 你沒辦法不研究這三家 很多人以為法家 法家也是一個很關鍵的學說 但是 很多人就會奇怪地認為 中國傳統是 愛如內法 其實真正影響著中國歷史朝代的 是 道家 道家學說 每次在 亂世之後 就道家人物出現 道家人物出現之後 搞定了這個亂局 他就功成身退 不是皇后 是吧 你看看張良 諸葛亮 那種方式 都是這種方式的 道家又怎麼看這個 同樣的問題呢 怎麼解決這個 所謂國歌法背後的 希望得到民眾尊重的 這個期望呢 這個千古帝王的期望呢 誰不想 下面的人 好像子女 尊重父母 員工 尊重 中心 尊重 自己的機構 老闆 誰不想這樣做 政府 怎麼不想 市民 民眾 尊重他呢 老子 道德經裡面 第十七章 他提了這個問題 說到這個所謂政治管治法的問題 他說 太上 不知有人 其次 親而遇之 其次 為之 其次 無之 無欲過無 信不足言 又不信言 又是其貴言 功成 是歲 百姓皆為 我自然 整個道家精神 用兩個字 就是自然 自然是甚麼 很自然 一個大自然的規律 夜夜經所講的規律 是圓形的規律 生生不息的規律 陽極 就陰生 陰極 就陽來 春夏秋冬是這麼走 日月是這麼走 是不是 日雨夜期千世是 春雨秋期待聚 本來就是這樣轉 《道德經》第十七章 講的是甚麼 太上 太上是講 最上等的領袖 最高級的領袖 是甚麼 不知有人 因為他 最高級的領袖 最上等的領袖 他治理天下 他是居無為之事 行不然之教 他令到人民 各順其勝 各安其生 所以人民都不知道他存在 根本就不知道有個這樣的政府 很多住屋村的人 根本就不懂得麥理號 他完全覺得自己 怎樣可以由山邊的木屋 鐵皮屋 怎樣搬上公屋 由公屋 怎樣能夠賺到些錢 用自己的公屋 換一層居屋 找到居屋之後 他買一層外面 甚至屬於自己的單棟樓 找到單棟樓之後 他進了一個大型屋邨 進了一個大型屋邨 進了一個大型屋邨之後 他慢慢向半山伸延 去到半山伸延之後 他再趴大一點 上到山頂 對了 這條路 他沒有人會感激麥理號 麥理號也不需要他們感激 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政治信念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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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出來的 你說 沒有屋區的人 怎麼住在山頂啊 喂 你問問你身邊的人 很多人是在走這條路的 是不是 本來是貧無立追 一家八口 睡在地上 那些小孩子 通過教育 讀華人 讀伊利沙伯 讀黃人 讀英王 爬一下爬一下 入到港大 對了 開始穿一些 開始入中環 開始去到半山 你看到了 出來社會做事 漸漸地眼界闊了 一步一步我所講的 由木屋區 由床都沒有的 一家大小睡在地上 抹乾淨的地 是不是 撥開膠花 日落日落的膠花 放在屋邊 接著 就可以 慢慢地上到公屋 上到公屋 兩棵屋架床 哇 已經很開心 是不是 跳下跳下 選屋的時候 進不去的 但是公屋那條走廊 上面有個氣窗的 你跳高就看到 其實空框有什麼好看 但是當時這個就是家的了 這個就是家了 所以太上不知有人 你不知道他存在的 因為他根本上他的管治理念 其實跟孔子講的 林芝莊一樣 有一套理念 他行無謂之事 行不言之教 將人各順其勝 不是個個都要讀 伊莉莎白的 不是讀一定要入港大的 有些人做小販 有些人駕駛的士 我經常都這樣說 以前幾十年前 駕駛的士會做車主的 做車主租一間給人家 自己駕駛一間 會買第二架的士的 一架變兩架 兩架變四架 四架 會買了樓的 一個小學都沒讀過的 的士司機 他有幾層樓留下來 幾架的士留下來給子女的 這個以前根本就不是一件歧視 現在的士司機 駕駛一間的士 反毒都做不到 所以道德經老子在第十七章說 太上不知有人 其次親而遇之 次一等是怎樣的呢 次一等的領袖 就教你得 道之而德 集之之以禮 用人亦自問 天下文仲就會親近他 讚美他 所以親而遇之 民眾喜愛你 稱讚你 再次一等錢是怎樣的 再次一等領導人 用甚麼呢 用法律 為之,要你怕他 像現在這樣 立法 你不尊重義勇軍進行曲就犯法 你去吧 你改吧 還可以好像張堅廷拍《表姐你好》 張堅廷加鄭玉玲 立了國歌法 就是禁片 你玩義勇軍進行曲 你不死就還有一個臨膠 一個代表國民黨的老兵 對著這個 鄭玉玲的表姐 不能玩這些 不敢玩 以前的電視劇 為何會受歡迎 電影受歡迎 因為有一個生活感 為何幾十年前用網中人 因為大陸人開始剛來 有一個形象叫阿燦 真是阿燦 甚麼都不懂 有漢堡包比就吃漢堡包 以為個個香港都發達 來到香港等著發達 當時這些角色是入心入民心 真是有種這樣的大陸仔 來到是這樣的 普遍地形象化 一個大陸仔 這個是入到人民心 為何她媽媽鄧碧雲這麼疼她 覺得虧欠 當年49年 你被共產 被巡而來香港 為何不帶著小孩子 這個說起上一輩 真是一殼眼淚 是不是 政權變動 大時代來臨 現在你就罵人移民 49年 究竟留定走 一個大的 抉擇 中國人從來都用腳來投票 我不信共產黨 就走 但是怎麼走 人浮於事 沒有學歷 沒有現金 沒有人脈 甚麼都沒有 走下來 黑食怎樣 餓死怎樣 怎樣生活 一家含包散 不行 不敢買單邊的人 就留兩柱 大又買小 是不是 兩夫妻分開 一個人帶一個兒子 帶到香港的 變成周潤發 是不是 留在大陸的 變成廖偉雄 撐 但是作為香港的媽媽鄧碧雲 覺得欠了兒子 所以就疼他 撞他 希望能夠補償 他前半生的缺失 這些真人真事 你知道這個劇本 是誰的縮影 當時吳浩 阿浩 後來去了浸會電影 是主任 吳鎮邦 吳鎮邦教授 吳鎮邦 是個人的寫照 他弟弟吳鎮文 留在東莞 媽媽跟他 下來了香港 阿浩便可以讀大學 入港大 讀碩士 拿博士 教浸會 那弟弟 看著東莞的五金譜 出床頭 連刀那個 做媽媽的 當然覺得 為何當初不一起走 但當初 事後說 又早知沒有乞丐 是不是 所以 其實 以前是有血有肉的電視劇 現在為何不敢說 不敢提的 你看到電視台現在怎樣敢說 佔中 你怎樣再諷刺大陸人 暴發戶 你怎樣諷刺 馬雲馬化騰 你怎樣諷刺大陸佬 要你賣就賣 李嘉誠要賣 中環中心 行不行 是行不行的 以前做餐廖位和角色 有沒有開造對大陸人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活生生的character 所以當時 這個故事 這些小人物的資設 有血肉相連 但現在你沒辦法碰這些 唯有旅遊 飲食 王淑儀就教主食 然後肥媽 然後李嘉頂 原來很受歡迎 那就是李嘉頂 旅遊杜如鋒 不斷到處去玩 旅遊和食 玩和食 其他人不知道 不問濟事 不要說其他事 我不知道 層層都怕甚麼 都不知何時才得罪 你這幫玻璃心的大陸人 又自卑又脆弱 又覺得自己發了達 又怕你看不起他 對了 為之是甚麼 立法 立法 是吧 一等的領導人 用刑法來威嚇民眾 所以人民是怕他 怕他 怕得罪他 怕得罪他 現在很明顯 香港大陸的人 尤其是機構 媒介 電視台 電台 位置 他是很害怕的 這些已經很低等的領袖學 很低等的方法 我要你怕我 是不是 跟著 再次 最低級的領導 是怎樣 領袖是怎樣 最低級的領袖 就是用權術來 娛弄人民 無知 侮辱過無 無知是甚麼 用權術 娛弄人民 用鬼詐輕易騙人民 所以人民都不服從他 你看到整個大陸就是這樣 大陸人哪有尊重政府的 你沒有回到大陸 大家 癡之以備 是吧 他講的那些 邪 那些 不關心 因為他沒有參與 他也不愛惜 大陸人不愛惜他們的土地 不愛惜他們的物種 大閘蟹 你看到 整個工業是污染你的 整個水產 河流 土地 所有東西都毒的 所有東西都假的 為甚麼 他們根本就不愛這個土地 因為他們沒有人參與 你問廣州人 誰是廣州市長 他沒有人投票 他跟你說 說這些 都沒有興趣跟你說這些 是不是 人大人民選出來的 你也相信嗎 一個小朋友 當年胡錦濤 以國家主席的身份 參觀日本國事訪問 參觀一個中文學校 一個小學生 已經考起你 胡錦濤國家主席了 那個小學生問 喂 主席 你怎可以做到主席的 我將來也想做主席 胡錦濤說 是人民選我出來的 人民選你出來 你隔代陰碟 鄧小平是陰碟你的 江澤民隔空你的 就是因為他不信氣 為什麼 每個領導人可以隔空 隔代陰碟領導人 他都要隔代陰碟 所以出現了些 為什麼 習近平要跟這班所謂的 江派官二代 那個鬥爭 他們是紅二代 他們認為是個血脈 他們是王朝血脈 怎麼跟這班江澤民的 官二代的血脈 可以相提並論呢 你們只不過是管家 惡勞欺主 你們幫他家裡 幫他抵責的紅色血脈 管住 代管住國家 這個是最差的方式 最差的領導方式 太上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知有人 其次親而預知 再其次是為之 再其次是無知 信不足言 又不信言 他告訴你 當你政府誠信不足 人民當然就不相信你 最上等的領袖 看起來好像很悠閒 又是其貴然 好像很悠閒 沒有什麼說 沒有什麼宣傳口號 其實他在做他的工作 他不需要發號私令 人民國安其生 得到最大的益處 政治的目的達到了 好像你不需要認識 誰叫羅富國 郭亮雄 柏立基 麥理浩 柔德 他做了什麼 你不需要知道 當政治目的達到 人民可以做到安居樂業 剛才孔子所說的 孝其佬 慈其佑 你目的達到了 而民眾不知道 百姓皆為我自然 本來就是這樣的 本來就是這樣的 他不明白背後 本來就是這樣的 他不明白 背後有一套很莊嚴的 本智理論在這裡 提供了一個公平的社會 和一個階梯出來 如何向上攀爬的階梯 而人都有希望 貧窮的人是快樂的 有希望 因為社會公平 法庭可信 是嗎 警隊主持公道 政府大公無私 麥理浩 有沒有成立ICAC之後 拿著二百億 或者一千億 去英屬處理 開公司 第一屆的ICAC 廉政專員基達著士 會不會像王岐山一樣 這麼多金錢 在海外有代理人 沒有的 做ICAC 真的做ICAC 做港督 只是做港督 麥理浩的時候有沒有子女 有沒有去哈佛讀書 有沒有去哈佛讀書 有沒有什麼女婿 是不是 沒有這些東西 不跟你說這些 律戰書的女婿 什麼新加坡 什麼 新加坡神秘富豪 沒有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莊嚴 臨之而莊 所以大家對他敬重 不需要認識他的 這個老子 道家 的意思 就是告訴你 你最高 應該的管治手法 是去到百姓很自然地生活 根本就不知道你 不需要知道你的存在 所以太上 不知有人 其次 親而餘之 其次 為之 其次 無之 因為信不足言 又不信言 又是其歸言 因為公成是稅 百姓皆為我自然 自然 就是完全傳達到 這個 整個道家的政治哲學和精神 好了 我們理解了儒家 如何處理 國歌法背後的期望 道家 又如何處理 國歌法背後的期望 很多人說 喂 不是喔 法家嘛 中國一向都用法家 這次共產黨是法家來的 是不是 亂世用重典 而嚴刑進發 法家何時說過嚴刑進發 法家何時說過亂世用重典 大概一說話 出過在周禮 在自小是怎麼用的 亂世是怎麼用的 周禮提過 跟法家無關 朱元璋也提過類似的說話 因為他自卑 他草根出生 他是乞醫 連乞醫也做不到 生活不到 因為人人都天下大亂 個個都是乞醫的時候 他做和尚 是不是 跟著作亂 一個自卑 布依立國 一個自卑的人 所以他用嚴刑進發 法家從來沒有這麼說 法家的老祖宗叫韓非 他留下了一本叫韓非子 韓非子裡面提到了 一個故事寓言 他說楚國南部 有個地方 盛產金沙 由於盛產金沙 自然很多人偷挖金沙 偷挖金沙 當地政府 答過法例出來 就說 私採金沙 私採金沙者 腰斬於是 法例就在 但是問題 私採金沙的人 樂役不絕 為什麼? 有金採 你都不去 你說會死的 對 會死的 所以韓非不明白 他走到現場 當然他死的時候 用一個 預言寫 一個老者 去到現場 抓住一個 絲滑金沙的人 他說 喂 朋友 我跟你做過交易 我把天下給你 然後給我一條命 你祭不祭呢? 那個人笑這個老人家 我命都沒有了 你給我天下做什麼 對了 老者就說 對了 既然是這樣 你看看那個牌 那個牌寫著一個禁令 絲滑金沙者 腰斬於是 會死的 那你又再去掘金沙 那個人覺得 老人家無聊 未必抓到的 韓非只寫到這裡完了 他沒有人生出來 人生是什麼? 每個人不同 背後的說話很簡單 韓非想說的是什麼? 其實 法律 嚴刑 根本沒有用的 嚴刑進發 幫助不了治安的 問題的焦點 不在重點 而在於 杜絕囂行之心 因為那個人說 為什麼腰斬於是 他都要去 施滑金沙 喂 個個都敢做的 個個都敢滑的 是不是 我不滑 人家都滑的 未必抓到我 這就是僥倖之心 你把這個語言放在今天中國大陸 習近平過去五年 抓了的 貪污附化 用貪污附化 罪名抓到的 在職官員 或者退休的官員 超過一百萬個 基本上都死無葬身之地 或者入獄 或者跳樓 或者自殺 或者畏罪 最高級的 人大常委 周永康 這種層次 最低級的 就是那些 騎尼怪 是不是 走水貨 弄假米 那些 古靈精怪人 貪污附化的人 超過一百萬個 基本上 大陸的刑法 不可以不懷疑 不凝進發 你在朱鎔基時期 他身邊的人 誰 不是家破人亡 所以他為何這麼悲情去擔任總理 準備了一百庫棺材 九十九庫被貪官留 分一庫給自己 做總理 這麼悲情 他意思是和你同歸於盡 他一向都是這樣的脾氣 所以這次習近平說了三多小時的說話 說完之後 向聽眾籍鞠躬 人人拍鼓掌 多激烈 鼓掌 熱血奔騰 熱 淚康營 只一個人 叫朱鎔基 坐在第一排 就是不拍你掌 那算不算不尊重呢 如果習近平 的講話代表當時的播國歌 當人人 都是鼓掌 鼓掌習近平的說話 他在鞠躬 有個人不拍掌 叫朱鎔基 算不算不尊重習近平的講話 你怎麼執法 問題就是 大陸這麼嚴刑進化 亂世用重典 但是今時今日 你問任何一個大陸人 或者包括你自己 這個香港人 你問一下自己 大陸有沒有貪官 你問一下國內做生意開廠 轉型走笛的人 裡面要不要花錢 層層關卡 有關卡 怎麼會不用錢 你問中央電視頭的女主播 她怎麼進去出鏡 為什麼他們不怕呢 由周永康 去到薄熙來 這些西南霸王 都出事 連市委書記 都出事 為什麼其他人不怕呢 是未必抓到的 還有大家看出 這個王岐山的打貪腐 和基爾特的ICAC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來的 基爾特的ICAC 不是幫麥利浩打正敵的 王岐山的 這個反貪腐 是幫習近平 最激政敵的 所以你說嚴刑進發 你說亂世重典 從來不是法家的方法 法家方法只是寫得很清晰 用刑法來協助管治 所以當很多人說 過去中國歷朝都是 愛如內法 其實不是 儒家用的方法 最好連法例都不用 是不是 你能夠人人有此且格 你懂得收視 你就不做 不用法律 你用法律來要人尊重 就叫做 出一個叫做國歌法 遲下你又出一個叫做孝順父母法 是不是 尊敬上司法 尊敬政府法 這樣就尊敬了 這條法例就搞定了 這個是愚蠢 我形容 根本就是最大的愚蠢 愚蠢是什麼 對外 用金錢買尊重 對外用惡法 兇市民 兇百姓 兇百姓 用樣樣自得 自以為是 好了 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我們講到這裏 我們講到這裏 論語 講回論語 就可以 完結今天 我們講到第五篇公野場 公野場第五 我們講的頭十章 現在我們講的是第十 一章 指貢若 我不欲人之家諸我也 不欲 不欲欲無家諸人 指貢是什麼人 指貢是孔子身邊的所謂幾大弟子一 屬於叫做非常出色的弟子 文武兩大弟子裏面的 文就是子貢 武就是子老 我 不欲人之家諸我也 不欲欲無家諸人 意思是 我不喜歡 人家這樣對我 我亦不會用同樣的方法對人 但是孔子跟他說 刺也 刺就是子貢的名字 刺也 非以所及也 其實整個 我 子貢作為孔子的身邊 的入室弟子 他只是想 講了孔門的基本 心法和態度 就是反求諸己 煩到所有問題 出問題才問問自己 你不想別人這樣對你 首先你不要這樣對別人 這個是基本上做了這個基本功夫 就是後來所說的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你不想 你就不要做 你自己不要這樣對別人 你不想別人這樣對你 你就不要這樣對別人 但是孔子說 說 刺也 阿子公阿 非以所及也 他說 你做不到的 非以 即不是你所能夠做得到的 非以所及也 整句說話 這個說話孔子回答了五個字 實際背後除了說 阿子公阿 這個不是你所能夠做得到的 他隱藏了另一句說話 其實就是 其實我都做不到 其實任何人都做不到 每個人都有兩把尺 他不喜歡別人這樣對他 偏偏他就這樣對別人 沒有人 喜歡別人 不尊重他 就好像剛剛講 北京政府很盼地不尊重他 但是他覺得香港人就是不尊重他 一說起大陸人 你想起什麼 貪官 腐化 假食物 有毒食品 不環保 沒有禮貌 not considerate 打尖 摧毀了所有的 實質的土地山河 抽象的 意識形態 各類型的工業 最苦的 最具體的 你看到整個大集蟹工業 是被他們 摧毀了 因為他們怎樣 吉公近利 他們不顧別人 十幾年前 我已經負責過一篇這樣的稿 我們找一位同事 國內來的同事 他是蘇州人 他是光蘇人 他在光蘇裡面放蛇 辦來做生意 在廣州 在深圳 發了 上去 想賣蟹牆 這些蟹牆 就可以賣的 有價格的 好像我們買大廈 現在大陸人來香港買大廈 這些 江蘇人回去 想搞一些小生意 那些蟹牆就幫你商量 教你怎樣運作 怎樣解釋給你聽 蟹苗 放進人工湖裡面 人工湖 因為不是活湖 水是不流動的 所以傳染病很容易滋生 因為他們那些蟹的 牌涉物都留在湖 人工湖 其實是一個水塘 變成要加藥 而且要他們快速生長 一般自然生長的蟹苗 要三年才可以 被城蟹拿出去賣的 現在不可能等三年了 所以一年就要賣 所以就下很多類固醇 然後下很多抗生素 因為怕他傳染病 而運輸下來 收蟹 再運到香港市面售賣 他說大概會死亡率有三成 所以他們要加大 在收蟹之後 在運輸前 就加大抗生素 令他們不會死亡 將三成死亡率降到零 將三年一季的蟹季 變成一年一季 那代價是什麼呢 那你就吃蟹抗生素 淚固醇 再加上污染物 而惡嬰 致癌物質 那漸地越來越嚴重 根本上大家都知道 他們在江蘇 他們每個人都知道 浙江江蘇一帶的蟹場 那你說吃野生就行了 嘻 說一些無謂的事情 野生 哪有這麼多野生 以這樣的消耗 食物消耗量 還有見錢眼開的方式 絕子絕孫 一早已經撈光了一種野生 對了 這種價值觀 是完全撈光了整個工業 大閘蟹是其中一個例子 你現在吃大閘蟹用命搏 還吃不吃 很多人已經戒了 戒了吃大閘蟹 本來就是一個傳統的季節性的風味食物 今時今日你覺得好像吸毒 不要緊 一連吸一隻都可以吧 是不是 用這種心態吃大閘蟹 你不如當是吃抗生素這樣 一個療程吃了 每天吃五隻 吃足七天 是不是 要買為同樣的地方出產 那種雜雜雜蟹 不然那些抗生素都撈亂了 那致上你感冒相風 是不是要這樣呢 其實 這就是告訴你 其實 你 不想人 不育人 不育人 即家諸我也 不育 育無家諸人 一般人都是這樣的 很難的 其實 有錢的人 看不起窮人 讀過書的人 看不起沒有學歷的人 懂英文的人 看不起不懂英文的人 你說我都很怕被人看不起 你在上風的時候 你不自覺地瞄人 咦 咦 那些 是不是 但到你自己以為 耳機很有學歷的時候 到有些更有學歷的 又瞄回來的 你不喜歡 有些名校 國際名校出來的 一聽到香港的學校 港大好 中大好 科大好 他一說他 咦 勞稿 勞稿大學 咦 是不是 因為他自己是芝加哥 扔轉 你港大給人家 就以別人那些 咦 浸會 這樣說話 浸會 他又可能 咦 那些什麼 副學師 咦 有時候你沒辦法 這就是 為何孔子說 非以所及也 你做不到的 這就是 警惕自己 希望 己所不欲 物施於人 子貢很標榜 他本來打算讚自己 他想告訴孔子 他就是這樣 他想孔子老師 想老師讚自己幾句 我不欲人 之家諸 我也 不亦 欲無家諸人 他想孔子 哇 你這樣真厲害 己所不欲 物施於人 好學生 他本來這些聰明的學生 通常都會這樣 聰明的人 通常都會 想告訴你 老師 我會這樣 這樣 我想老師說 你真的聰明 但孔子 很了解 很了解 人性 很了解現實的人生 所以我想告訴他 我會這樣做 阿子公 非以所及也 你做不到 不單止你做不到 我都做不到 不單止我做不到 不單止你和我做不到 其實任何人都做不到 但我們必須要把這件事摺在腦裏面 如果你想不想別人這樣對你 首先你要做一個前提 就是你不要這樣去對別人 這個就是反求諸己的整個精神 好了,到了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倒是子宮說 子宮有一天就說起 他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民也 夫子之言聖與天道,不可得而民也 這裡提到的文章不是寫稿的文章 不是我寫一段字,放在網上 這個就是《逆經講堂》的節目內容 這個就是我講的論語 不是指文章,不是articles 古人的文章指 犯指一切行為舉止,待人處世 就是表之於愛的 而一套章法就叫做文章 子宮想說的就是 我們學到老師的學問文章 但對於形而上的生命來源 死後歸縮 因為我們自己程度不夠 老師都沒有提起,沒有教我們 這個有些是有遺憾的意思 因為孔子只是看到成本論語 不單止論語,論語之後的大學 大學之後的中庸,中庸之後的孟子七篇 你看到都是在講的人間學問 怎麼做一個好人 怎麼做一個實實在在行好事的好人 跟人怎麼相處的學問 這個就是整個孔門學問 但為什麼他不講生命的來源 所有宗教都講生命的來源 死後的歸縮 但是四書裡面講的都是做人的道理 相處之道 這個就是孔門的心法 也是他的苦心 人間天上本為一體 不講鬼神 不問生命來源 不具死後的歸縮 他要人做一個完善的人 做好你的本分 做好你的本分 今天是完善的人 死後就是撫養無愧的鬼 不需要提的 所以怪力亂神自不如 所以他也不知生焉之始 是不是 不能是人 焉能是鬼 論語裡面講過很多此類的話 他也不想提 他沒有否定鬼神 他沒有跟你講 鬼的不存在 他只是你不要理一些 沒有辦法 證明的 虛妄的 或者沒有辦法 能夠在道理裡面講及的世界 我們講的世界是人間的世界 跟人跟人相處 所有的問題 都是人的問題 是不是 作為領導人 剛才就問了 是不是 貴康子 作為權神 你迫到老哀功 嫁空了 你一樣都要問同樣的問題 怎麼能夠令到人民 對我 又尊敬又忠心 而加上 在社會又積極行事呢 如之可 怎樣做呢 是的 是不是 即使你做到一代權神 即使你做到了 皇帝 你一樣都要問這個問題 這個是千古帝王 最憂心的問題 怎麼能夠令人尊敬他 如果 好像 目前香港那樣 立條國歌法 那你就尊重國歌 是不是 你不尊重就是犯法 最簡單 是不是 以後要立條特首法 要尊重特首 見到特首 你不打招呼 不鞠躬 就當犯罪 好像當年這個 日本皇軍佔領香港那樣 你見到皇軍不鞠躬 不停下 就當你犯法 是不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表示 都是尊重了 侵略中國 侵略香港當時的日本軍人呢 你一樣叫蘿蔔頭 一樣背後不尊重他們 不尊重就殺頭 嚴刑進發了吧 不過 法家從來不認為 什麼自亂勢用重點 這些愚蠢說話 什麼嚴刑進發 法家沒有說 你不要説法家說 法例 是輔助 輔助你的政治哲學 是完全沒有法例 沒有辦法做到的 禮惡之後 就加上要刑法的了 刑和兵了 是不是 有法律 有軍隊了 但是法律軍隊是輔助的 之前 才有禮惡 禮惡之前 是什麼 食課 和考試 考試就是選舉 考試的目的就是選舉 就是選最好的人才來做政府 是不是 所以就是職官 所以吃飽肚 就要讀書 讀書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要考試 考試目的是什麼 選舉人才 人才做什麼 做職官 記住次序 是先職後官 職是什麼 職是權 職是責 官是權 官就是管也 即是什麼 職責 給你一個職責 要你做好你的職責 給予你權力 所以叫職官 職官之後 開始 有政府之後 政府第一個責任做些什麼 就是禮惡了 要成立一套核心的文化 讓社會有一套大家追求的文化 跟著就開始文化的分圖 就是惡 不是只是音樂 是文化分圖 有了一套核心價值 有了文化分圖 你就開始有一套法律 來輔助他們 再加上有國防 所謂營兵了 營兵 營就是法律 兵就是軍隊 營和兵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用來輔助禮惡 禮惡用來做什麼呢 作為一個穩定政權 穩定政治的主要目的 而最後 不需要說得這麼漂亮的 簡單地的生活就是 安居樂業 如果可以安居樂業 誰有空去噓你哥哥呢 是不是? 當年晚上電視台完結之後 就已經播了那個 每晚都拿著一套 還是每天都拿著一套 我都忘記了怎麼唱 其實 那個 屍頭婆的照片 後來不播了才 電視台做晚一點 做晚一點 其實一直都是很多年以來的電視台 晚間新聞之後 五夜新聞 五夜新聞之後就是播了這個 所謂屍頭婆的照片 和他的國歌 英國國歌 有什麼國歌法 有什麼尊不尊敬 好了 今天節目差不多了 下星期二 我們繼續 黃偉民逆經港塘 和大家會面 拜拜